字幕提供 那所以當可以變成 獨立接案的李醫師之後 薪水可能平均落在 10萬塊錢 沒錯 那幹嘛還要去當空姐 你可以跟空姐講 對啊 當李醫師那個助人 然後同時又可以有 不錯的報酬 可是像我們這種 像我一般般可能平均 其實也有更高的 對 佩軒 對 她指的佩軒 對啊 應該是 對 但是因為當然你 因為我聽說佩軒都是服務VIP的 對啊 而且她可以一身兼素質 李醫師那有時候如果 因為她是鋼琴老師 妳有幹過這種事嗎 就很專業分工的 被妳講的什麼全包了 可以嘛對不對 會場上家屬可能會隨時要找我們 所以大部分不行 不行 因為她很忙 可是有的 我碰過有的是盲中出錯的 我有一個朋友是李醫師 那可能就是其實 已經念了那麼多年了 都是那些詞對不對 她也是念錯 就是什麼一直說一直說 什麼憲法憲果 然後念完以後 然後家屬打理 她最後冒出一句 大家大為吃驚的話 她講一句 死者回禮 怎麼會 然後她自己也嚇一跳 她怎麼會說這種話來 她被附身了是不是 妳就知道了 沒有 可能是接連的勞累 她接連的勞累可能就是一直 應該說三個月沒回家 其實冰漿業特別是 國內比較知名的品牌 因為他們一定有一定的 所謂的一個經濟規模 再加上知名度也夠 所以像台灣有一家 就是後來還借殼上市 就是在股票市場有掛牌 她獲利都一直很好 我們的一位新聞界的前輩 他曾經一度也去這家公司 擔任發言人 之前我就曾經跟這位前輩 私下聊天 我就說你們公司的禮儀師 媒體都寫 比較差一點的有10萬 好一點的15到20萬 真的嗎 她就笑笑的說 八九不離十樓 意思就是佩軒剛剛講那個數字 其實是真的 其實整個殯葬業 包括她其他周邊的一個行業 只要你夠專業 口碑夠不怕辛苦 其實那個薪水都很嚇人 我一個親戚 她是念經的 就是送經團的 她以前在中部還蠻 蠻響叮噹的一號人物 我知道的情況 她跟我講的 我覺得她一定有少報 我知道的情況是 如果旺季來的時候 她一個月的收入是20到30萬 王宋基 王是宋基 她是團長 因為她也買了好幾間房子 所以我在想 所以我在想 穿襲襲那一種的嗎 對 就是宋基 所以其實我在想 其實她的收入應該是 是更好的一個情況 不過就像剛剛對面幾位來賓講的 因為其實常常就是 你要配合家屬的需求 他們常從早上念經念到晚上 因為有的時候 家屬的需求 是要送經24個小時 而且是念經念好幾天 我覺得那個體力還有念經 大家不要可能 對... 其實那個真的很辛苦 對... 那真的很辛苦 對... 一直問人家什麼在家 最困難的應該是 她面對的都是負面能量 對 因為這時候您的客戶 都是最悲痛 最無助的時候 所以他們其實除了 專業的程序技能之外 很重要的是EQ跟情緒上面的掌控 我覺得這個是他們薪資這麼高 一個很主要的 但是發展有不理史上的薪水來講 應該以他們的工作辛苦來講 是顯得太少了 我認為他們應該是20 30 30 值得這個錢 布萊爾說 之前我朋友他一直做殯葬 也就有跟我講說 有那種無名師 一直都沒有來認領 那他就自己就是 感覺就是做善事 就是幫他自己處理後事 或者是有遇過那種死法 比較特殊的 他那種要維持他的 就是要把它恢復成原來的樣子 或是可能是 別人的好幾倍困難度 所以想請問說 你們有沒有經手過什麼 最難處理的案件 這可能李提師 其實一般的話 沒有什麼就是比較困難的事情 應該是說 你怎麼去撫慰家屬心靈上的 心情是最重要 我說這是最難的 對 真的 像一般的現在父母親 大部分在成年裡 都會送個機車給小孩子 因為我們遇到過 就是剛好父母親送給小孩子 一台機車 可是在他生日當天 就小孩子應該是很開心 就騎著摩托車出去 摩托車撞擊力跟大卡車的 那個撞擊力是非常之嚴重的 所以有可能就是 腦漿破掉整個人 所以我們要怎麼去從 怎麼去撫慰那個父母親的心靈 這是很重要的 就是生日當天 騎著送他的生日禮物 就再也沒有回來過了 天啊 我們在做的過程 你看我們T恤都一定抖 何況你要面對那個悲痛的父母 對 所以其實自己很難過 因為自己的小孩跟他都差不多 所以一直在考慮自己 要不要買摩托車給小孩子 真的 這是一種一個 現在社會的父母親是這樣子 因為那個媽媽 就一般的話我們都是 路練在做修復 那個媽媽跟爸爸就一直希望是 我當下就要看到 完整無缺的小孩 所以我們在過程中 就跟媽媽講說 那妳可不可以把 妳的小孩的照片給我們這樣子 那我們在做修復過程 因為他整個都是平的了 那我們要慢慢的幫他 拿他的照片慢慢組成起來 到一個立體這樣子 要3D 對 要有一點點3D 那因為我們在洗的過程 還有做縫補的過程中 就看到腦漿裡面有一個耳機 那我們就知道這個小孩子 可能就真的很愛音樂 所以我們就放著他喜歡的音樂 問媽媽說他喜歡什麼 那我們這個其實不是怪力亂神 我們只是希望他能陪伴著我們 幫他做得更好這樣子 那個要補齊這個遺體 因為可能如果意外事故的話 是曾經在香港發生過一件事情 就是校車的巴士有沒有 撞到一個老太婆 砰 當然就血肉模糊 後來李醫師在現場整理的時候 就掃了一隻手 就是撿不到那隻手 從那以後 因為這個事情就整個這樣子了解 找不到就是找不到 附近的草叢也都放過就找不到 從那以後 那個開校車的司機 就好像怪怪的發燒 生怪病這樣子 然後一直事件不斷這樣 然後更可怕的是說 常常最後一班校車 最後一個時間 就開到一個位置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老太婆上來 問同學說你們有沒有看到我的手 你們有沒有看到我的手 今天走專業的 你知道嗎 後來這個事情怎麼了解的 請了一個高人大師 校車上下查看 後來你知道怎麼樣你知道嗎 竟然在校車的底盤 那個手一直卡在那個底盤下面 因為當時沒有人察覺到說 那個手竟然會卡在那個底盤上面 做了九年的離體師 都被你的故事嚇一跳 後來把那個手剪出來以後 把他弄也功德圓滿 整個所有怪怪的事情 就只告一段落 然後阿婆還託夢給那個 開校車的司機 跟他說造成他的驚嚇 不好意思這樣子 他說他只是求一個圓滿這樣 不過這種事情我可以分享一個 倒不是怪力亂生 很多很多年前 我晚上好幾次 連續幾個晚上都夢到我的阿嬤 跟我說他好冷 好冷 對 說他好冷 他就是 我想阿嬤已經過世非常久 在我高三那一年走的 那我怎麼會做這個夢呢 連續好幾天夢以後 我就打電話給我父母 我父母住在苗栗 我就跟我爸說 那我爸就覺得說 去看看也好 就真的 就是我們家的祖墳 附近施工 所以漏水 所以水滲到他的棺木裡面 以前不流行檢骨 這真的事情 這是真的 所以後來才真的就是開關 檢骨 整個另外在做 所以這種 一種靈的這種東西 是寧可信心有的 我知道 對 因為我講的就很真實 因為你哥講的就很真實 我講 我講的是真實 我那個百分之百是網路鬼故事 所以其實像你看 我們剛剛聊到這麼多 都是感覺好像是很神秘 所以其實我們一般人 對於殯葬夜這種 一定是很多神秘的幻想 因為常常就是擔任死亡 跟現在就是我們活的人的 一個橋樑對不對 所以說常常也會覺得說 是不是感覺殯葬夜怪事特別多 因為我就常常聽說 可能會有人會常常做夢 夢到一些 譬如說我明天可能要接一個客戶 但是我前一天就夢到這個人 對 或者甚至是說 自己體質好像變得好像很敏感 容易感覺到一些事情 或甚至是真的親自體驗到說 當下突然出現一些 沒有辦法解釋的怪事 所以我就很想要問 所以接著很棒 大家很好奇 有... 有聽說過這樣的事情蠻多 我們自己的同事 同事他也真的是遇到 好 我們那一天只是看到新聞 新聞有一個學生 因為畢業旅行的關係 他們脫隊了 脫隊他跑去玩海水 海水其實真的是 就是會游泳的人 反而比較容易出事 因為覺得自己會游 又穿著牛仔褲 他就這麼走了 走了之後我們還不確定 這案子是我們辦的 對 那有一個同事 他就睡覺睡一睡 他就感覺有人來站在他旁邊 然後在他的夢裡 他就看到 他就看到他被嚇醒 他以為他自己已經醒了 結果不是 他就醒了之後 他就看著那個人 那個人全身在滴水 他穿著牛仔褲 就是一個學生的樣子 男學生 他就很緊張 很害怕 他就開始跑 跑到樓梯間 跑到樓梯間的時候 他覺得後面還是在追他 他也不知道跑去哪 他就躲在樓梯間 蹲下來在那邊哭 那哭著哭著 他就感覺那個男學生 就是站在他前面 他有覺得害怕 可是因為他從小 比較容易接觸到這些 這些靈異的事情 對 然後但是 那個學生給他的感覺 並沒有想要嚇他 他其實很清楚的 可以感覺他 就是想要他幫忙 對 然後後來他就真的 然後後來夢見那個學生 那學生也沒有笑 就一直在他眼前 他的電話就突然響了 響了之後 就要去看一個王者的狀況 因為我們都是看完之後 才做服務的 他看到就是他剛剛看到的 那個學生 其實這些我們不覺得恐怖 就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時候 我們也不覺得恐怖 因為他就是一個提醒 對 常常也覺得 其實他們保護我們很多 我相信周圍都很多靈 真的... 其實我做這麼久 因為我沒有那個體質 可是在服務過程 像我有幾次 是夢見那個阿姨一直來我 就是夢裡這樣子 我們做服務的時候 是洗臨時按鍵 臨時按鍵 看到那個阿姨跟照片 是完全不同人的 所以我們在服務的過程 要邊做按摩 然後他身上打了很多抗生素 我跟家屬溝通的時候 跟家屬說 我們做完按摩 阿姨可能就是身上可能會濕掉 我們就洗完之後 我們就把它進了冷氣房冰櫃 這樣子休息 我想說服務完之後 已經到一個段落了 可是在我以前都沒有過 這樣子的經驗 就9年的我真的都沒有過 然後後來在要出病的前兩三天 阿姨每天都來我夢裡 每天都濕搭搭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為什麼濕搭搭的 可是我完全沒有聯想到那個 就是前幾天服務的那個阿姨 我後來就是要錄鏈前 我們就想說 要不然先去看看前幾天洗的阿姨 有沒有脫妝這樣子 我去看之後 照片跟那個阿姨 整個銷售的感覺是同一個阿姨 他把身上的那個 就是打的抗生素都排掉了 可是他整個人都躺在那個水鋪上面 整個泡水 那一般我們有的時候 他本來是浮腫 浮腫 看起來不一樣 完全是就是另外一個人 然後後來我問家屬說 你們今天是有另外準備衣服嗎 他就問我說怎麼了 車上有一套阿姨的衣服 我說好 那我告訴你們一件 阿姨整個把身上的藥劑都排出來了 可能必須要把衣服再換掉 這樣子 他們想說真的還假的 我說真的 妳媽媽真的有來找我 而且找了三天 她連續三天都來找我 對 像記起來剛剛那個男孩 還有這個阿姨 都知道找對的人幫助他們 對 所以有一些不適合謠傳 就不能再流傳 真的 像有的人安慰小孩 然後就講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阿公過世 然後阿公後來要那個 就從冰櫃出來退冰 然後退冰當然會那個 然後小孩子說 阿公怎麼會流汗流成這樣 家長有時候為了安慰小孩 就亂編 然後阿公因為第一次死 比較緊張 對 亂講 所以... 所以... 就是網路吧 所以... 所以... 一分錢一分貨 省錢也不能省過頭 她不是說15萬18萬不能辦 也能辦 但是那可能就是 像我們買手機 有減配跟全配 我以前已經白語講過一個故事 就是說那個家屬 就很空門 很省錢 那現在因為大部分都火化 所以那個棺木不用太厚 因為反正可以燒掉 可是有的家屬太離譜了 就是說省到什麼時候 省到那個寶島多離譜 那個到最後要送去火葬場的時候 光是那個抬官一抬出來 那個底就陷到地上去了 屍體在地上滾兩圈